大家好,我现在开冰箱拿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上方保险 这条鱼是昨天晚上小楚哥他的朋友连夜钓的鱼 大晚上给我们送过来的 然后我晚上就把它处理了一下 冻在冰箱的 这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海钓,应该是鲶鱼吧 长得挺像鲶鱼的,真的 现在硬邦邦的,我要把它画动 打算做一个火锅 这是我干的 不过他拿回来的时候这个鱼 就是装到这个袋子里头 放着这个淡水 它就死了 这个小萝卜真的挺不错的,而且价格便宜 在超市的话,这一把子这种小萝卜 才人民币 五块钱吧 算便宜了,真的 因为它这边超市 只要包装不是很好的菜 就是没有包装的菜便宜 要是包装好的菜便宜 我刚才这样子磨了一下刀 感觉自己像个屠夫一样的 这个鱼呢,已经被我碎湿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段 这个头确实硬 我想从这儿蹬一下子 结果就砍不进去 就刀不洗 无所谓了 反正头就这样煮啊 菜呢,就准备了这些 还不错 我又捣过了一个蒜泥 这个鱼啊,野色啊 好了,我要打算 把这个火锅底面放进去 哇 这个就是把它划开就行了 哇,呵呵 要下锅了 噢,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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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噢 感觉棒棒的 这样子应该能把这个 海鱼的腥味去一下吧 因为我也没这样做过呀 好没底气 我看的差不多 炖好了 打算开始放菜了 我这放菜放早了 我刚把土豆放进去了 然后我就立马把菜放了 现在就是我不敢翻 让底下这个土豆煮熟一点 我再翻就好了 可以啊 这个我刚尝了一下 主要是这个 这火锅底料厉害 炸鱼 好了起锅起锅 开吃了开吃了 我还专门买的小萝卜 蘸酱 这是我们小主哥 捣布的这个 麻酱 太爽了 我这里还加了 我们四川的 花脚油 比这个味儿更香 好香 先来一坨肉 先来点麻油 先来一坨肉 一点心味都没有了 哇 好香啊 你放了多少火锅里料 全部 一整块啊 一块 咸不咸啊 不咸不咸 太喝了你 没事 我先尝尝吧 我先尝别的吧 尝菜的话 没准会给我辣的 哇 太好吃了 鱼翅多吗 嗯 鱼翅多吗 还可以 我上次为鱼翅 卡了嗓子尔了 在饭店吃饭 那这一大坨都没有鱼翅 一大坨没有 那我也得慢慢吃 上次没多久 也就一个月 在那个中国餐厅 我们点了个鱼翅 那个酸菜鱼火锅 因为前一天 我吃的鱼火锅 是另一家饭店的 没有刺 然后我吃了两块肉 也没有刺 第三块的时候 我就没注意 吃进去了 之后就被卡住了 卡住了之后 就怎么都没办法 这嗓子特别疼 然后我就去了医院 一进医院 就先叫五百家 最后让检查来检查去 他这没有那个内视镜 就是鼻镜 他就只能看看嗓子 给我掰开了之后 看看一眼 结果发现里边没有刺 因为他 他如果肉眼看不到 他下边的嗓子 是没法弄的 只能去手术去解决的 对 然后 看了看 说你回去吧 没事 收了我一百六十滴拉姆 说你可能就是 有感觉 他一样东西 实际上已经下去滑坡了 其实 其实被鱼子卡了 别慌 先不要说话 然后吃点馒头就好了 吃了 馒头比我什么都吃了 就吃馒头就好了 它就是疼嘛 这个下边一咽东西 特别疼 后来 证明还是滑坡了 第二天睡了一觉 就没有那么疼 第三天就好了 哇 这个鱼真可以 还是很新鲜是吧 非常新鲜啊 昨天 我们昨天把它 晚上收拾好 放到那个壁箱里的 他们晚上还去钓鱼 今天 可惜了 对 让他现在先送来 往这锅里 添还是可以的 来得快 他们今天夜钓 钓到凌晨四点 我是雷公路陪他 哇 这简直是 送来一条鱼吃 这鱼真的好棒 我呢 吃了饭 休息一会儿 大概到半夜的时候 我就要走了 因为我今天 发现 局势不对啊 我这敏锐的 局势感啊 去哪哪爆发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离开这 所以说我就 立马买了一张 去摩洛哥的机票 这家摩洛哥这一代 我已经是研究透了 还真是啊 你在伊朗待了那么久 然后伊朗爆发了 你来阿联酋 这阿联酋 也有可能爆发 新当人数 现在也几十例了 我的话 打算 就是 明天早上的 七点钟的飞机 到摩洛哥要飞九个小时 票价是 三千零六十八块钱 还不错 再加上我的大便行李托运 我估计要加些钱 我估算的 要加个八百块钱 那个自行车 人民币吗 对人民币 你不是做阿联酋安工吗 阿联酋 没看到价格了吗 我估计的 一公斤一百七八块钱 看嘛 看下多少 你 如果你只是超了一点点的话 他不会计较的 嗯 就是你超的特别多 他就会 因为你占用别人的行李托 嗯 先去 先去再放 哇 就这样子的话 我就算是 要离开阿联酋 这也算是最后一顿 吃个火锅 鱼尾 太爽了 这火锅太棒了 我当时做的时候 我还 我还 不是很自信 因为我也第一次 捣鼓这个 海鲜的那种海鱼火锅 我给你放点西红柿 是败饼 嗯 酸了 酸了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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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来点豆腐 是吧 嗯 豆皮 豆腐 哇 只不过就这一代 不好买 必须要去那个龙城那边 太远了 就是这边中国商市啊 啊 你刚才提醒我一下好了 我蛮忘了 哦 我还以为必须要去龙城 才能买到豆腐 用这一顿火锅呢 我刚完美的 结束了我在阿联酋的生活 先开启这个非洲的穿越计划 等到明年了 疫情了 结束了 咱再回到迪拜 继续情形 嗯 我外 我外 就希望 嗯 哼